想抓内地车牌,又不想请假回内地,可以怎么办呢? 工联会跨境通联服务中心推出最新辩闻服务 提供内地驾驶证体检、保换证服务非常方便 让我们带你们看看怎么申请吧 香港工联会跨境通联服务中心 是率先在香港協助港人办理内地驾驶证的机构 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出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方便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在香港办理相关证件和手续 有助香港人在内地生活、工作以及出行 申请人首先要在服务中心的网站预约 然后带齐所需文件 包括身份证、回乡证和内地驾驶证 按照预约时间前往中心 到柜台登记、缴费 再到体检区 由本港注册医生进行体检 体检之后到影响区影响 完成手续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之后就要留意领取驾照的通知信息 根据取证通知日期和时间 到中心领取内地驾驶证 这个服务都挺方便的 如果好像以前那样 又要回到内地乘车 又要去体检 都挺浪费时间 现在一条路服务就搞定 很方便 如果之后可以加上代办汽车保险 又可以提供多些驾驶的资讯 内地自驾游和法律服务 那就更加全面了 以往香港居民必须亲身回到内地进行体检 以满足办理内地驾驶证的必要程序 香港工联会出先在香港 唯有需要换领内地驾驶证的香港居民 提供体检服务 大大折省了申请人的时间 而在香港完成体检之后 申请人更加可以透过 香港工联会跨境通联服务中心 享有一站式的代理 换领内地驾驶证服务 话这么快就换好新证了 真是很方便了 香港工联会跨境通联服务中心 設于湾仔群察大厦 鄰近会展站A3出口 或湾仔站A1出口 非常方便 大家记得在内地驾驶证的有效期内去换证啦 欢迎致电热线查询详情